大家都知道 是今日這個時代媒體經營面對諸多的挑戰 但是我們星島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堅持本地的製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們的支持 請你點擊屏幕下方的Buy Me A Coffee 連結 直接贊助我們 可以參加我們的Buy Me A Coffee 俱樂部 所有會員將會享有豐厚福利和禮品 分享生活藝術 暢談健康人生 張瑪麗 帶你一同走進美麗人生 帶你一同走進美麗人生 嗨 大家好 早安 祝福你平安健康 Mary剛剛從北京回到香港 因為做了一段時間也跟大家說過 我就打敗仗 病了兩三個星期 哇 現在的Flu變種變得很厲害 所以大家不要想著流行星感冒 其實真的很多朋友 我看他們咳了兩三個星期都還沒好 有些是發燒 有些甚至失聲 所以大家要好好保重身體 好嗎 好 那我玩完北京 其實本來想多留幾天 因為難得走開一下 北京有很多美食 那我就因為有一位朋友 她的追思禮拜 所以Mary就負責讀經 還有很多她生前的分享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嘉賓 那她就是楊冠一先生 她是博士 那我為什麼25號 神那麼早就在北京搭飛機回來 而是出席她這個追思禮拜 還有她的活動 其實Mary是比較怕去喪禮的 因為我小時候 就是時時都需要學校 有時派我們去一些喪禮那裡 就是去鞠躬的 那所以我們一群小朋友 就真的不知道第一件事 就是哪一個人過身 那我們就不知道他們 跟我們的關係是什麼 只不過就是學校一般 就會叫我們去pay respect 就是我們去鞠躬 那我們經常就其實在那裡玩的 還有很開心地拿到一個信封的吉兒 就有粒糖吃啊 有少許的錢啊 就是我們是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所以我經常覺得 好像去喪禮呢 就不是很 就是我小時候給我感覺 就不是很尊敬的一件活動 因為我們不知道 所以人人慢慢長大的時候 我又感恩 我不是很多親戚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親戚 要我去喪禮這樣 一半都是朋友 那我自己去的喪禮 我好深印象的有幾位 一位呢就是我攝影的白樂 那他就是梁有畫布的讀人 吳福強先生 我幫他拍了三年的梁有畫布封臉 他是第一個告訴我 Mary 你的攝影好啊 那我第一個攝影展 也是他幫我主辦 那Mary其實這二十幾年 一直都是以一個攝影師的身份 做了很多很多的展覽 世界各地都有 法國啊 就是國內啊 當然那些 那另外一位呢 我也是很尊敬的 她呢就是余雅魯教授夫人 當然余雅魯教授的喪禮 他們兩位都是前後離世 他們回了天家的了 我也有出席 那到最近的呢 就會是剛剛余雅魯一先生的喪禮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覺得需要去出席呢 因為余雅魯一先生的生平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先講他的為人 我曾經寫過他的小小的訪問自傳 他就說他自己是很年輕的時候 和家人的妹妹 就拿著五十元就來香港 那在香港其實真的不容易的 那他當時呢 最叫低微的工作呢 就是在那些大廈幫人開門的 那一路到成為一個 就是守衛一指的御廚 是一點都不簡單 但難得的地方就是 你知道很多時候 明人會很多人都看到他外面風光的一面 但是當我自己參加他的追思禮拜 和喪禮的時候 很多明人一個又一個 說的話都是他很謙虛 他的人很好客 他不會看小人的各樣東西 雖然你知道他的菜式各樣東西都是很名貴 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其實覺得看一個人 是看他身邊的人怎麼看他 他的女兒說 楊冠一先生是一位很好的爸爸 兩歲的時候 親自 爸爸牽著他的手 亂粒粒的帶他回幼稚園 他的徒弟 一直哭著很不捨得他 跟了他三十幾年的話 他從來沒有任何一個菜式 說我留起幾招不給你 因為飲食界很流行的 大師傅總有兩招留給自己 他不會的 什麼都教你 怎樣煮鮑魚 怎樣炒飯 完全不留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 所有他旁邊的朋友 曾經跟他合作過籌款 或者是做一些義務的工作 對一些後輩的扶持 教導 也都是非常讚賞 就是說他做得很好 你知道做飲食業時間很長 能夠留在家裡更加難 除了女女不斷讚爸爸之外 太太也都是覺得一個好丈夫 能夠做一個好丈夫 做一個好爸爸 可能在其他行業很容易 但是在飲食行業 一點都不容易 不吃煙 不喝酒 不賭錢 這些全部其實在飲食界 是真的少見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樂線浩斯 真的很多人和楊先生 都有試過合作 去做一些不同的籌款活動 記得當中有一個就是幫公益金的 每一個人是一萬元一位 吃鮑魚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菜式 還有的就是一台裡面十個人 十個人裡面已經是十萬元 那次的活動 一個晚上的一個美宴 是可以籌到三百多萬 就是我覺得 他那種不論色 和樂線浩斯是很值得推廣 最難得一件事就是 他由出身是這麼卑微 但他沒有放棄 他仍然堅持著他的夢想 一路一步一步走出來 其實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那我自己覺得最難得的一件事就是 他在粵賽的推廣 推廣香港成為美食天堂 那美國快要有個香港節了 所以我也很想讓大家一起 一會兒再分享一下香港節的東西 那楊先生呢 他其實拿過什麼獎 我跟大家說一下 不要說他最初的時候 其實最早期最早期 都是值得講一講的 為什麼他會成為瑜伽呢 其實他在1984年的一月份 就在北京的釣魚台賓館那裡 表演煮鮑魚的 那你其實呢 其實在人民大會堂表演 是真的不是這麼容易的 當然他在澳洲雪梨也有表演 1986年 另外就是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當然他也有給新加坡 另外還有就是他有很多獎項 我盡量多說一些給大家聽 那他最難得的一件事 比如他在美國 就有一個叫做 我先看看吧 不要說錯 傳奇人物機構頒贈的專業人士 金鎖石獎 美國的 另外呢 在1989年4月份 在法國美食協會 邀請他成為會員 不是很多這些會員 還有呢 法國藍帶勳章美食會員 就是他有很多很多這些 是國際的一些獎 比如好像在1989年10月 法國美食協會的總會 就頒發一個金牌獎給他 另外還有就是 我真的要講這個才行 他在1990年的時候 法國又再給多個美食大師獎給他 另外再有的就是 在90年就拿了世界結出 風雲人物獎 然後92年就成為 世界御廚協會的會員 接著下去就是 1995年就獲選 世界御廚協會的金牌獎 接著就是白金勳章 接著就是藍勳章 CCC 這些如果你是飲食業的朋友 你完全知道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獲得到的獎項 最難得一件事 他是中國美食親善大使 也都拿過 美國的優質服務科學協會 給他的五星鑽石獎 另外還有就是 法國的農業部 武士分銜章 就是這些獎 他拿的獎是多到 我都數不了那麼多 然後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是香港的很多其他的獎項 例如世界 偽精英獎 另外世界御廚最佳廚師 行政區給一個特別的勳章給他 中生成就獎 這個是至尊大獎 另外 法國再給多一個 法國至尊美食獎給他 美國的科羅拉多哈頓大學 給他的榮譽哲學博士獎 結出華人獎 香港的童子經分獎 他的獎真的多到不得了 好了 講完這麼多 我只是想給大家知道 就是我覺得最難的一件 不是只是他拿很多獎 不是說他是一個很照顧家庭的爸爸和丈夫 不是他只是一個很好的廚師 他收了很多很多 就是無論是中外的徒弟 都在那讚 這個老師是真的完全的有教無侶 是真的完全沒有保留的教 最難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奮鬥史 請你知道一個人 很多時候的出身 我們都會看的 他是一個怎樣出身的人 但是聽回剛才 一步一步的過來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真的 香港現在很多的年輕人 我們都說他們在價值觀 甚至一些道德觀出了問題 我覺得其實我們真的需要 有多一些這些名人 他們的一生 他們的怎樣去奮鬥 怎樣去回歸社會 怎樣去為香港 為了他們的家國 去爭取這些榮譽 我可以告訴你 其中一位嘉賓上台 也是名人來的 他就說 楊冠一的成就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這件事我真是認同 為什麽呢 真的不是那麽容易 在那個飲食業裏面 能夠在國際上 拿到一個這樣的美語 我經常跟朋友 昨天聊天 我大膽地說 其實同勳章 對楊先生來講 或者我們叫楊冠一帝兄來講 是虧欠的 就是我看到很多人 拿什麼金字經勳章 或者是之類之類 更加多大的獎 我覺得一位 在香港飲食界 這麼有貢獻的人 是不是應該追風 就是Mary 就最喜歡見到一些人 是出身寒微 但是完全沒有放棄 然後努力去上進 而是仲是回歸社會 在那個平時工作上面 除了是出色之外 亦都肯去做慈善 這個是Mary敬佩的 希望大家都在這個時間 聽一首歌 好嗎 想一下香港 我們有哪一位 是可以在飲食界 能夠有這樣的貢獻呢 好 聽一下這首歌 我很喜歡的 陳美玲 香港 香港 香港我心中的故鄉 這類讓我欣賞 有我喜歡的親友 這麼陽光 路上人在跑過趴趕 看經營我欣賞 這類有許多空 全沒發光 每一星香港 香港 你永遠是尋夢鄉 香港 香港 你那色的難忘 山頂看小島 水淚湯 處處換上新妝 看看那海鷗 飛過自由歌 海邊看小島 超慢妝 處處搖眼神光 這個市區的吸引 沒發動 說一聲香港 香港 再有我同眠夢想 香港 香港 叫我 叫我不宜為望 香港我心中的故鄉 這類讓我欣賞 有我喜歡的親友 共陽光 香港 香港 路上人在跑過趴趴 乾淨令我欣賞 這類有許多好處 沒發光 說一聲香港 香港 你永遠是尋夢鄉 香港 香港 你那色的難忘 香港 香港 再有我同眠夢想 再有我同眠夢想 香港 香港 叫我不宜為望 香港 香港 你永遠是尋夢想 香港 香港 你那色的難忘 你永遠是尋夢想 你永遠是尋夢想